早上好 我是敏河 欢迎收看5月11号的百歌城报 新闻一开始马上为你跟进 昨天晚上7点多发生在沙巴亚米 伊斯蒂梅瓦花园的人质挟持案件 一名小偷偷窃不遂在逃走的时候 竟然持刀挟持26岁的华裔女子当人质 并且跟警方在大马路上对峙 两个小时一直到晚上9点40分 才被制服逮捕 女子终于安全获救 让她忍不住抱着亲友痛哭 女子最后是送院检查 警方初步调查 相信小偷是来自菲律宾的外籍人士 接着来看马来报每日新闻的头版 报道最近在大马盛行一阵子的指尖陀螺 数个非政府组织促请相关单位 包括教育部管制一些具有武器特征的指尖陀螺 以免造成不幸事件的发生 新中的头版新闻比较特别 报道了当年在马来乐坛爆红的印度和华人组团的巷子猫乐队 透过乐队歌手的专访 传递各族团结的精神 其他家的报纸头版就是反贪会的新闻 包括在不成逮捕的涉滩国能工程经理 以及反贪会定下未来三年的目标 甚至要一个星期提供一名涉滩人士 不过新报不忘提醒 不只是反贪会积极采取行动 内陆税收局一样紧追在后 锁定那些拥有单子里头衔的欠税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接着换个焦点 台湾媒体日前报道一名来自大马的24岁政治大学女硕士生 因为在超市偷了一袋价值大约30令吉的苹果 而遭到警方逮捕 事件不仅引起本地媒体的报道 甚至还登上了报章的头条 不过现在却有消息指出 偷窃的人其实并不是政治大学的学生 大马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会长徐忍川指出 政大并没有任何的侨生 外籍生或者是交换生 符合24岁灵性女硕士生这样的说法 他也转发一则信函中指出 因为还没有定案 所以警方不能提供全名 而事案的女子犯案地点是在桂里路 在东吴大学和西门町的附近 该信函也强调 希望正马人不要捕风捉影 先确认报道的真实性再下定论 最后有的是政治新闻 土团党昨天公布了一项最新的调查 显示在国内众多的政党当中 伊斯兰党获得最多选民的支持 在受访的3000名选民当中 有44.4%支持一党 排在第二的是获得36.2%选民支持的国阵 以及第三是公正党支持率有25.9% 在最受欢迎的首相人选方面 前副首相兼土著团结党的主席慕尤丁是首选 他得到了37.3%受访选民的支持 紧接在后的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和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他们分别获得35.9%和34.3%的支持率 而现任的首相纳吉则排在第9名 支持率只有20% 这项名为大马人要什么的调查 其实是在土团党成立之前就进行了 但是调查结果一直到昨天才正式对外公布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